今天不讲励志故事 我就想跟大家讲讲我的桌子 我有三张桌子 每一张对我都很重要 第一张桌子是我的乒乓球桌 大家开始知道邓亚萍这个名字 就是在这张桌子上 父亲开始教我打球的时候 我也只有五岁 都说笨鸟先飞 我也算是飞得挺早了吧 但是当我把爱好发展成职业的时候 才发现我这只笨鸟飞不起来 不是因为我笨 而是因为我的身高 在河南省队训练了15天 我父亲就接到了通知 接我回家 理由是这孩子现在打得不错 但是个儿太矮了 将来没有什么前途 我回到家大哭了一场 然后拿起拍子继续打 我没有一天敢放松 好不容易进了郑州市队 又因为同样的原因 国家队也拒绝了我 这次 我没有哭 一边训练 一边用成绩等待转机 几经周折 当时国家队主教练张谢霖拿着我一系列的数据 说服了所有人 带我进了 带我进了国家队 对我的质疑并没有结束 队友不想跟我搭档 理由仍然是我的身高 更换搭档之后 其实根本没有人看好我们 但是我们俩配合默契 一路打进决赛 终于我第一次站在了国际比赛的最高领奖台上 在这张乒乓球桌上 我选择了人生的困难模式 我每天都在比 怎么能达到更高的标准和成绩 怎么能多赢对手一个球 而我不只是打球 在人生的其他象限里 也绝对不能落后 于是我的第二张桌子出现了 我的书桌 当时很多人都劝我不要选这张桌子 朋友都觉得 你去读书能毕业吗 连26个英文字母你都背不全 我说对 就是因为这个 去参加国教委会的会议的时候 其他人要么点头认可 要么用一口流利的英语 大胆发言 只有我 人家说一句翻译给我讲一句 就算我有想法 人家早就进入了下一个议题 在买买买桌上 毫不客气地说 我可以藐视所有对手 但是我明明已经有资格 坐到了国际会议桌上 坐到了制定规则的地方 我却连人家说什么都听不懂 于是 我坚定地 坐在了书桌前 就从26个英文字母开始 从第一个单词开始 开始的一两个月 根本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 我就把老师写在黑板上的所有东西 照抄一遍 回到家 我再翻 再看 足字足句的查意思 一两天还行 时间一长 叫根本不够睡 后来我把背单词就想象成 练习发球 就这样 我用了11年的时间 从清华本科 读完了英国诺丁汉大学的硕士 剑桥大学的博士 还成为了08年北京奥运会 奥运村的新闻发言人 书桌 是我第二次选择人生的困难模式 很多人问过我 退役之后去当个教练不好吗 当教练当然很好 只是从前一直在赢别人 这次我就是想试试 能不能赢得了自己 但是就像打球一样 没有人可以永远不输 努力没有结果的事 也经历了很多 我的茶桌 对 就是我要讲的第三张桌子 是我平衡和调整心态的秘诀 从前输了球 我会给自己的训练加码 但是现在有了不如意的事情 我会给自己松松劲 休息的时候 这张茶桌 是我最喜欢的地方 我在这儿喝茶 看书 也偶尔 发呆 放空 这么多年来 我听过很多人跟我说 雅萍姐 你是我的偶像 可惜 我没能跟你一样优秀 也有小朋友说 雅萍阿姨 我在作文里写过你 每当这个时候 我其实都特别想给你们说 不用 非要跟我学 我选择了一种很辛苦的人生 而你 并不是非得跟我一样 只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路 努力做好每件事 一样可以找到自己的发光 发热的地方 即使你像我一样 选择了人生的困难模式 不要抱怨 坚持下去 一定能收获结果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时区里 稳步前进 放轻松 你没有落后 也没有领先 你在你的时区里 一切都非常准时 感谢观看 明镜与点点栏目